有關他們入境之後 他們的這個 班機抵達的時候 他們會有這個 會有特殊的一個 將這些旅客引導到後機室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會有這樣的做法 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有症狀旅客 就是說過去14天有症狀旅客 我們會安排在機場就當場採檢 那如果他的症狀是屬於 我們研判需要後送的 比如說出現在入境的時候出現發燒 我們就會立刻後送就醫 那其他的沒有症狀的我們就會 進行集中檢疫 就進到 直接送到集中檢疫所 那到集中檢疫所再進行採檢 那目前大概就希望說他們 以進到機場之後最快的速度 那這個 還有這邊機 機場 機場公司他們也會有這個 這個六輛的這個巴士 會協助這個載運這120位 送到這個集中檢疫所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